我在道场里做义工 但常有人毁谤侮辱我 使道场大众不喜欢我 请问他们这样算不算破合合身 不算破合合身 因为这个道场里面没有合合身 他怎么破罚呢 这个道场里真正有合合身的话 他那就犯了破合合身的罪了 但是要晓得 虽然不犯破合合身 可以犯破合合身相同的罪 你们想想这相同的罪是什么 破坏佛法的形象 佛法是清净平等的 是合目的 六合进是合目的 人人都应当修六合进 如果说破坏六合进 在这个道场里面天天是毁谤人 侮辱人 欺负人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个是对三宝不恭敬 在三宝面前侮辱这些修行的人 纵然不是修行人 他初次到这边来 接受佛法 一看到佛教是这样掉头而去 然后就毁谤 千万不要到佛教去 佛教里头都欺负人 那你这个罪的时候 客气中了 这个罪跟破合身 破合身的罪是相同的 所以夜境佛门 头一个就想到六合进 所以我们强调学习弟子规 弟子规里面对于这条戒律 就讲得很清楚 无论看到别人真正有过失 也不能说 说人过便说我 洋人善即是善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能够隐没洋善 这对于社会的和谐 就有很大的帮助 让别人做悟的人的时候 他会反省 你看我做多少坏事 人家都原谅我 做一点好事 他都表扬我 人会良心发现 回头深暗 那你就真的帮助人 你帮助人 帮助一个悟人变成好人 你就帮助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平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所以一定要认真学习弟子规 认真学习十善业道 这个六合进就一点都不能 自自然然会做到 掌参业道 准备 牙养 知名 为